衛福部公布去年国人的十大死因癌症不意外的是蝉联了40年的冠军 不过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癌症的死亡率是不断上升当中而且还创下了新高 原因有可能是和其量的疫情有关系 可以看到这衛福部公布的数字截至2020年底 全台湾大概是有230万的癌症病患 占全台湾的人口比例大概是10%左右 也就是说平均每10个人就有出现一味的抗癌斗士 不过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公费的四项癌症筛减 但是数量也是在减少当中 可以看到2019年的时候大概是来到了501万人次 但是2020年2021年却是不断在下降 原来就是因为前两年正在流行新冠疫情 大家是避免到医院去 没想到就是忽略到了筛减的重要性 那么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数字就是在癌症的死亡数的部分 在2019年2021年的时候 大概是5万出头左右 但是到了2021年居然是上升来到了51,656人 那么医生都说这个人数还有比例是双双创下近十年来的新高 他直觉有可能只是开始而已 那么另外他也说到这个癌症的患者 没有接种疫苗 主要就是因为担心副作用或是用药的冲突 并发重症 还有死亡的几率 实际是一般人的十倍左右 那么他也建议如果担心去医院会染疫的话 可以延长处方的时间或是视讯门证 甚至请人带领药 都是可以参考的做法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